让我们进入关于历春的诗歌之旅 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 留下许多历春时节的诗歌 我们选择了十首在此与大家分享 我们先做几次深呼吸 感受呼吸在身体的起伏 感受每一次呼吸带来的宁静与活力 吸气 吸那清新的能量与希望 呼气 释放任何紧张与烦恼 聆听 将注意力引导到声音的流动之中 或许你听到柔和的呼吸声 这是你独当的呼吸声 特的旋律是内心深处的和谐之音 或许你听到窗外的车流声 让这些声音流过 专注于我的声音 专注于每一首历春诗歌的细节 让诗歌的音律在心灵绽放 在欣赏 在欣赏这些诗歌时 让正念呼吸引导你 将感受浮出每个字句 让诗歌的美丽旋律 在你的心中 在你的心中产生回响 永念四历春正月节 永念四气诗 历春正月节 和风带柔 和风带柳方 枣梅迎雨水 残雪切朝阳 万物寒心意 同欢圣日常 永念四历春正月节 永念四气诗 是一组五颜律诗 每首诗都描绘了一个 洁气的气候 与浓雾特征 这组诗在敦煌文献中发现 相传这组诗 是中堂诗人元枕所作 也有学者考证 认为这是圣堂时代诗歌 我们姑且以原诊为作者吧 欲春正月节 诗中提到春冬一律旅 指的是季节更替 春天来临 冬季的音律和调子 也发生变化 接着 描绘了天地交替 星辰更迭的场景 形容了时光的流转 冰盘由于月表达了 冰盘中的鱼儿 欢快地游动的场景 而和风带柳方则描绘了和煦的春风等待柳树抽出嫩芽的时刻 在诗的后半部分 原诊描述了一系列历春节气特有的景象 如枣梅迎接春雨的滋润 蚕雪在晨替 蚕雪在晨曦中 畏惧温暖 将它融化 万物都带有新的生机 这首诗通过动词 这首诗通过动词如仪 幻 游 待 迎 怯等 生动地描绘了历春时气象的变化 将人的情感巧妙地投射到了周围环境的生机与活力中 最后 提到同欢圣日常 表示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万物都在共同欢庆 表达了春天的喜悦和生机 历春正月节 以优美的语言描绘了春天的景象 展现了大自然在历春时 幻发的生机与活力 永念四气诗 历春正月节 堂 圆枕 川 春冬一绿缕 天地唤星霜 冰盼由余月 和风带柳芳 枣梅 盈雨水 残雪切朝阳 万物寒心意 同欢圣日长 人日思归 随朝 薛道衡 入春才七日 离家已两年 人归落雁后 私发在花前 人日 古代相传农历 正月初一为鸡日 初二为狗日 初三为猪日 初四为羊日 初五为牛日 初六为马蜜 初七为人日 入春已经七天了 离开家已经有两年了 回家的日子 要落在春回大地 北非的燕群之后了 但是想回家的念头 却在春花开放以前就有了 在这首五言绝句中 薛道衡表达了游子远离家乡已两年之久 而此刻 而此刻正值春季入春初七日的时候 他通过描绘农历正月初七为人日 将这一天和人的归乡思念相联系 巧妙地融合了时间和人情的表达 诗人以简洁的语言 表达了游子深沉的思想之情 他提到游子思念的对象是人归落雁后 意味着在燕群南非 春天回归之际 游子的思念愈发强烈 然而 由于离家已久 他的思念却早在花开之前就已萌发 整首诗通过抒发对家乡的思念和期待 以及时间的流逝 揭示了游子在异乡的孤寂和渴望归家的心情 薛道衡运用了自然景象和时间的对比 以及巧妙地表达手法 使得这首诗情感真挚而深刻 人日思归 随朝 薛道衡 入春才七日 离家已两年 人归落雁后 思发在花前 碧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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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 呼一两精眉发石 弹出高门行白玉 菜船先手送青丝 乌暇寒江那对眼 渡灵远客不胜悲 此身未知规定处 呼而觅指一提诗 春盘 唐食风俗 历春日食春饼 生菜 称为春盘 我们在正念历春美食的节目中介绍过 今日历春 我忽然想起开源 天宝年间 那一段太平岁月 那时 东京洛阳和两京长安正是鼎盛之时 每当历春 高门大户把青丝酒黄盛在白玉盘里 精先手互相窥送 以尽节日之星 如今我流落异地 真不堪面对这眼前的乌暇寒江 昔日之星 昔日之星 昔日之衰 令我这度灵远客 悲不自胜 天哪 究竟 哪里是我的归宿 安身之处 为了散旅 为了散旅筹 孤且叫儿子找旨来写了这首诗 在这首诗中 杜甫以立春日为背景 回忆起了过去两京盛世的美好时光 他描绘了春日里人们享受春天的景象 描述了高门大户将细生菜盛在白玉盘中 用仙巧的手传递着 以表达节日的欢愉 然而 诗人的心情在第三连开始转折 他忽然想起了自己如今的流亡生活 流离异乡的悲苦 通过描写乌暇寒江和杜陵远客的悲哀 他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最后两句中 诗人表达了对归宿的渴望 霍尔密旨一提诗 表达了他对故国的眷恋和对流亡生活的迷茫之情 整首诗通过对昔日繁华和当下流离的对比 表达了诗人深沉的怀乡之情 杜达以平时而真振的语言 通过对春日景象和内心感受的交融 展现了他对故国的眷恋 和对流亡生活的苦闷 春日春盘细生菜 呼一两精眉法时 盘出高门行白玉 菜船仙手送青丝 乌暇寒江那对眼 渡灵远客不胜悲 此身未知规定处 忽而密旨一提诗 毕春后五日 堂白居易 毕春后五日 春泰分婀娜 白日邪渐长 碧云低欲堕 残兵彻彻 残兵彻遍 心恶排红磕 欲悟尽心心 爱春飞独我 赢方后原历 就暖前沿坐 怀有惆怅心 欲别红炉火 白居易 白居易以 历春后五日为题 描绘了 在历春之后的五天里 春天的美丽景象 诗中描绘了 春天的一系列变化 春意盎然 充满了 妩媚的氛围 白天逐渐变得更长 碧云低垂欲降 描述了天空的蓝天 和浮动的云朵 残兵开始裂开 心崖含苞带放 形容了 春天出现的迹象 在这个季节里 白居易感受到 万物生机勃勃 遇到的一切 都让人心情愉悦 她在后园欣赏花朵 坐在前沿 沐浴着温暖的阳光 然而 诗墨提到了一丝惆怅 可能是因为即将离别 温暖的红炉火 暗示了告别冬季的离别之情 整首诗以优美的描写 展现了历春后 春天的生机勃勃 和诗人的愉悦之情 同时也蕴含了时光流逝 季节转换时淡淡的忧伤 遗春后五日 唐白居易 遗春后五日 春泰分阿诺 白日邪见长 避云低欲堕 残冰彻欲骗 心恶排红颗 欲悟尽心心 爱春非独我 迎方后原历 就暖前言作 怀有惆怅心 欲别红炉火 京中正月七日礼春 唐 罗尹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万目生涯是今日 远天归艳浮云飞 进水由鱼泵冰出 正月初一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今日立春 长安城中万目生发 开始有了丝丝春意 远望天空 只见归来的大雁 略云飞过 近看河塘 可见鱼儿从岸边 消融的冰窟里 跳出 诗人 诗人通过使用连续的数字一致期 表达了正月初七是历春的日子 然后他描绘了长安城中的春日景象 万物开始生长 万鼠发芽 春意盎然 接着 诗中描述了远天中归来的大雁掠过云端的场景 以及进水中游动的鱼儿从冰窟中跃出的情景 整首诗以简练明快的语言 生动地展现了历春时节的生机与活力 通过描绘自然界的变化 罗尹表达了对春天来临的期待和喜悦 这首诗在细腻的描写中 巧妙地融入了人们对新春的期盼 展现了春天带给人们的愉悦和生气勃勃的氛围 经中正月七日礼春 唐 唐 罗尹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万目生涯是今日 远天归雁浮云飞 进水由鱼泵冰出 编自木兰花 吉卯丹尔春瓷 宋 苏氏 春牛春丈 无限春风来海上 变盖春宫 染了桃红似肉红 春帆春盛 一阵春风吹九醒 不似天涯 卷起洋花似雪花 这首诗提到的春牛春丈 春帆春盛都在历春的节气 习俗节目中提到过 词中描绘了海南的春景 以及在这个季节举行的迎春仪式 春天的景象生动而丰富 充满了欢乐和活力 在上半部分 此人描绘了海南春天的耕作场景 通过春牛春丈等形象的描绘 展现了春风带来的生机和喜悦 他使用了春宫一词 形象地表达了春天的劳作和心情 同时 同时通过染的桃红四肉红 此人巧妙地运用色彩的比喻 表达了桃花绚丽如肉色的红艳 下半部分描绘 下半部分描述了迎春的宴席 春酒醉人 预示着丰收的季节即将到来 此人以不似天涯来强调 这片土地与遥远的天涯相比更为亲近 最后以卷起洋花似雪花 表达了海南的春天 如同北方的雪花般美丽动人 整首词通过细腻而生动的描写 表达了对春天的喜悦和对土地的深情 简自木兰花 吉卯丹尔春词 宋 苏氏 春牛春障 无限春风来海上 遍盖春宫 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帆春盛 一阵春风吹九醒 不似天涯 卷起洋花似雪花 汉公春 历春日 宋 新气急 春已归来 看美人头上 鸟鸟春帆 无端风雨 未肯收尽余寒 年始燕子 料今宵 梦到西远 魂未伴 皇甘见酒 更传清酒堆盘 却笑东风从此 便熏梅燃柳 更梅些闲 闲时又来敬礼 转变朱眼 轻愁不断 问何人 会解连环 生怕见 花开花落 招来赛宴先环 这首诗再次提到春帆 春盘 都在历春的节气 习俗节目中介绍过 看到美人发上插着鸟挪颤动的春帆 就知道春已归来 虽然已是春归日 但没有来由的风雨 仍不肯收尽冬日残余下来的清寒 每年应时回归的燕子尚未回还 料定今夜当梦回西园 我满怀愁绪 浑浑噩噩 无心智半英节之物 不能赠送林里黄甘辣酒 更不用说 相互传送堆满清酒等蔬菜的五心餐盘了 可我却朝向那东风 自立春日起 便忙于修饰熏染人间花柳 更加没有些许的闲暂 偶尔闲下来 又到镜子里 偷偷转变人的青春容颜 如此 青筹绵绵不断 试问 有谁能来解开这九曲连环般的愁绪 我最怕看见那花开花落 转眼春事 而去年来自塞北的大雁金昭 却比我先回到北方 汉宫春 历春日是宋代祠人新契级的词作 此词处处切历春日题目 以春以归来开篇 写民间历春日习俗 表达自己对天使人士的感触 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深情 以及对南宋军臣 不思恢复的不满 并传达出时光流逝英雄无用的无限清仇 全词结构严谣 意境并传达 同时运用笔星手法 使风雨 燕子 西元 梅柳 塞燕等物在本意之外 构成富有象征意味的形象体系 往复回旋 含蓄深沉 含蓄深沉 汉宫春 历春日 宋 心气急 春已归来 看美人头上 鸟鸟春帆 无端风雨 未肯收尽余寒 年始燕子 料今宵 梦到西元 魂未伴 皇甘见酒 更传清酒堆盘 却笑东风从此 便熏眉染柳 更眉些弦 闲时又来敬礼 转变朱眼 轻愁不断 问何人会解怜环 生怕见 花开花落 招来赛宴先环 碧春古绿 宋 朱书珍 平微不隐待春来 和气仙春动六阶 生菜炸挑一卷饼 罗番玄简称连拆 修论残辣千重恨 灌入新年百事邪 从此对花并对景 静居风月 静居风月入诗怀 诗人以停碑不隐待春来为开篇 表达了在历春这一美好时节 他停止了 他停止了饮酒 静待春天的到来 他在词中 展现了对春天的期待 以及对和谐仪人的氛围的向往 接着 诗中提到和气仙春动六阶 形容春天的气息 先行动荡六阶 这里的六阶 纸汴京的六条主要街道 代指都城闹市 显示了庆祝立春的热闹景象 描绘生菜出场 适合卷入饼中 罗番玄简称连拆 表现了对于新春的热切期盼和喜悦 在词的后半部分 诗人以修论残辣千众恨 管入新年百世邪表达了对过去的不愉快的告别 迎接新年 迎接新年的一切事物都会和谐顺畅 最后两句从此对花并对景 静居风月入诗怀 则表达了对美好景色的欣赏和将其融入诗意的情怀 诗人以修论 整首词活泼欢快 与朱书珍后期伤感的诗词大不相同 碧春古绿 宋 朱书珍 庭碑不饮待春来 何弃仙春冻六街 生菜乍挑一卷饼 罗番玄简称连拆 修论残辣千重恨 管入新年百世邪 从此对花并对景 静居风月入诗怀 碧春藕尘 碧春藕成 春到人间草木枝 便绝眼前生一满 东风吹水绿参丝 《玉春藕城》 是南宋初期文学家张氏所作的一首七言绝句 这是一首节令诗 作者描写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春日图景 表现出对欣欣向荣知景的渴望 首句写立春时刻 冰雪消融 次句以拟人手法 写树木 感觉到春天的气息 后两句是诗人的想象 诗人仿佛看到 眼前处处春风明媚 碧波荡漾 这首诗语句活泼 富有动感 碧春藕城 宋 张氏 欲回岁晚冰霜少 春到人间草木枝 便绝眼前生一满 东风吹水绿参丝 青江隐立春 圆 灌云时 金柴影摇春烟邪 木渺生春夜 水塘春时波 火候春出热 土牛儿在江春 倒也 妇女头上的金钗 摇动春烟携带着 树梢生出了嫩叶 水塘因春天来了 开始泛起了波浪 气温因春天来了 也开始回升 春天开垦土地 用来耕作的牛儿 也开始耕作了 春天到来了 这首小令是灌云时一次赴宴时的应酬之作 因正直立春 为响宾客 他以金木水 活土为美剧第一个字 写下这首清新自然 充满生活气息的小令 首剧 描绘了妇女头上的金钗 在春宴飞翔时的摇动 传达了春天的明媚和生气 接着诗人描述 接着诗人描述了树梢新生的嫩叶 水塘泛起的波浪 以及气温逐渐升高 表现了大地回春的情景 最后一句提到了春天开垦土地的场景 土牛儿开始劳作 这象征着农事的开始 生机盎然的春天即将展开 整首小令以简练的语言 通过对五个元素的巧妙运用 展示了历春时节自然界万物 生机勃勃的景象 诗人通过细腻而生动的描写 使读者感受到了春天带来的清新和活力 清江引立春 圆灌云时 金钗影摇春烟邪 木渺生春夜 水塘春时波 火候春出热 土牛儿在江春倒也 永念四气诗历春正月节 堂圆枕 春冬一绿缕天地唤星霜 冰派由于月和风带柳芳 枣梅盈雨水残雪且昭阳 万物寒心意同欢圣日常 人日思归 随朝薛道衡 入春才七日 离家已两年 人归落雁后 思发在花前 毕春 堂 杜甫 春日春盘细生菜 呼一两精眉发石 盘出高门行白玉 菜船先手送青丝 乌霞寒江那对眼 杜陵远客不胜碑 此身未知规定处 呼而觅指一提诗 毕春后五日 堂白居易 毕春后五日 春太分阿挪 白日斜剑剑长 避云低玉朵 残冰彻玉片 心恶排红柯 玉物尽心心 爱春飞独我 赢方后五日 就暖前沿坐 还有惆怅心 欲别红炉火 经中正月七日 进水由鱼泵冰出 简自木兰花 吉卯丹尔春辞 宋 宋 苏氏 春牛春丈 无限春风来海上 遍盖春宫 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帆春盛 一阵春风吹酒醒 不似天涯 卷起洋花似雪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简称连拆 修论残辣千重恨 管入新年百世邪 从此对花并对景 近居风月入诗怀 碧春藕城 宋张氏 欲回岁晚冰霜少 春到人间草木之 便绝眼前生一满 东风吹水绿参丝 青江隐历春 圆灌云时 金钗影摇春烟邪 木渺生春夜 水塘春时波 火候春出热 土牛儿在江春倒也 在这段历春的诗意之旅中 我们共同聆听了张氏 朱书珍 灌云石 新契吉和杜甫等 诗人的引勇 感受了春天的微风 金杯影摇 青江悠扬 火候出热 仿佛穿越时光 漫游在文学的花海中 此时 请你慢慢地从这诗意的瞬间中 回到现实 打开眼睛 重新回到当下 绿春 是一个自然律动的时刻 而每一位诗人 都在自己的诗篇中 将这一瞬间凝固成了永恒的美好 你是否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 是不是在心中勾勒出了一幅历春的花卷 在这个独特的时节 邀请你体验自己在历春节气中的感受 闭上眼 感受那微风拂面的清柔 倾听春天的声音 感知自己心灵深处 是否也有一抹欢心的春光 或许 你会发现 春天并非只存在于诗歌之中 它更在你的周围 细微而真实地存在着 窗外 春天的脚步渐行渐进 带着一丝希望和生机 我们尝试在这片静谧中 凝视自己的内心 看见那些或喜悦或惆怅的情绪 或许 对未来的期待 对新生活的渴望 如同春天的种子 在心底悄然发芽 想象那些美好的可能 希望在新的季节里 自己也能焕发出 勃勃生机 像春天一样 充满活力 也许 心中也有些微的烦恼 仿佛是那位 完全散去的东寒 生活中的琐碎 工作中的压力 都在心头徘徊 我思索着 如何在这春天的时刻 找到平静与安宁 或许 只需要在忙碌的生活中 流出片刻的宁静 给自己一个呼吸的空间 这个春天 让我们用文字 来记录这一刻的心情 如同那些历春的诗歌一样 将内心的起伏 表达出来 文字有治愈的力量 它让我真实地表达 内心的情感 释放那些 释放那些 藏在心灵深处的感觉 生活有希望 也有烦恼 有安宁 也有惆怅 在交织的情感中 我们学会接纳 学会真心 学会在春天的到来中 寻找自己内心的平静与欢愉 愿在这个春天里 我们一同成长 一同领悟生活的美好 用心去感受 用文字去记录 让心灵在春光中得到治愈 在随后的十分钟里 请伴随着音乐 尽情地自由写作吧 愿自由写作时间 能为你找代内心的平静 欢迎留言 分享你的心情 与最喜欢的诗篇 一起创造属于我们的春日时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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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